这些东西啊 同学们大概的记得嘛 那咱们首先的话啊 做了一个mypage的用门是吧 知道咱们要什么 为什么学习它之后 那么用门的话 咱们首先有个思路 是不是在这里 啊 有同学说可能是这个资料里面找不到 是吧 那我今天再给你们演示一下 咱们的课前资料里面啊 咱们这个ab模式上通常都是这样的 ab模式里面所有的课前资料 我们都会统一放在哪里呢 放在咱们的参考资料里面 那理解吗 一般都在这个文档里面啊 那例如说这包案例的时候 你可以在单独去考 那咱们昨天啊 第一天的内容 先做回入门程序 咱们要做一个mypage的用门 要干什么 找炸包 是吧 然后配置核心配置文件 然后咱们要看到sircle 是不是要配这个log4get 接下来咱们还要跟数据库有一个pojo去接收它 这点要注意了 咱们的pojo的字段必须跟数据库的 名字一样 是吧 应该是字段名一样吧 那么不一样的情况下 它是映射不到的 今天会演示一下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 好 有了po周证呢 咱们就可以去配置他们的映射关系了 这就是编写它的sircle 映射文件 是这样吧 好 那这个映射文件呢 写的时候咱们还不行 还要去加载它 对吧 这个思路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咱们又一个个的去完善需求 咱们其实只需要了解其中的一个就差不多了 那咱们这边 昨天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在这个文件文件里面去干啊 这里面呢 咱们再回顾一下 咱们昨天学习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站位服务 是吧 这个呢 咱们字符传拼接的指令 是吧 注意啊 你要用这个指令的话 必须要有哪个 要有这两个小点放在里面 不然会报错的 能理解吗 这才叫字符传拼接 你如果直接放在外面的话 你必须用几号大个号 这是三位服 好 那咱们这两个的用法怎么应用场景 昨天主要是用在哪个地方 这里吧 是吧 好 咱们这两个学完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其实还学了输入输出印射 是吧 咱们目前学习过的输输印射有哪一些 整形 你应该是简单的类型 对吧 跟咱们的pojo 就两这两种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咱们还学了输出印射 输出印射的话 这个就一般的话 咱们输出印射都是一个pojo 对吧 昨天学习的是不是这样 那么咱们pojo呢 咱们也可以用别名的 那么从啊 最后的话 你看一下咱们这个别名是怎么配的 那别名注意了 咱们是在这里配了一个谁 在核心配置文件里面配一个type a 别名的定义有两种 一种是一个一个的定义 一个是包扫描 对吧 那么咱们推荐的是包扫描的模式 咱们用了包扫描之后呢 咱们的别名是什么 类的全称 不区分大小型 对吧 好 那这个别名字这样配 后面呢 咱们还学了一个这个配置文件的扎载 对吧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也有 外面也有 它怎么扎载 先扎载内部标签 然后再读取外部属性 名称一字 替换内容 是这个过程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还有一个就是印射文件的加载 这一个 咱们加载的话 有三种方式 需要怎么掌握的 对吧 这个是resource的方式 这是基于哪里去爬找 项目的跟目录 项目的跟目录也就是咱们的class patch 对吧 昨天有同学可能搞混了 他把这个目录建成什么普通的folder了 他 他调试半天 这文件怎么走的 那么就是由于咱们这个目录建的不对 这个config跟咱们的source src 是同一目录吗 都是咱们项目的跟目录啊 它是一个 资源目录是评级的 那咱们equilib在编译的时候呢 会把它的代码 编译到同一个目录上 都是咱们项目的跟目录 咱们为什么要建一个这样的目录 建这个config有什么用 那么咱们目的很简单 把咱们的代码跟配置文件分开来管理 是吧 这是主要的目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昨天还学习了咱们DU的包装DU的包装有两种方式 那第一种是咱们的原始DU的开发方式 这个有个特点就是一个接口 一个实线类 对吧 那么这个本质上除了这个接口包装的一层 那咱们实线类里面的调用的方式 跟咱们入门程序是完全一样的 是不是一样的 是通过调用它的增判改查的方法 那么这个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只是把它抽取出来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为什么不能抽取舍舍舍舍舍舍 因为它是不应该共享 而且是线程不安全 对吧 这就有点像咱们在一个啊 http 一个规划里面 其实是一样的 是吧 好 这么传统的DU咱们了解完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要 学习的是官方推荐的动态代理的接口开发方式 这个时候咱们还有实线类吗 啊 有是有 但是不需要咱们去写了 对吧 啊 并不是说咱们啊 没有 就真的没有咱们真正的啊 实线类有谁帮我们去实现了 有咱们my balance 通过反射跟动态代理帮我们生成了 对吧 但是呢 咱们如果要用官方动态代理的模式的话 就要有几个开发规则要遵守 对吧 那么这个四个开发规则的话 咱们就啊 第一个过一下 接口必须是咱们的接口啊 那个namespace是接口的全路径名 接口的方法名跟印射文件的设计 ID 以及 还有咱们的输入输出的类型必须一致 是这样吧 那么昨天有同学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咱们用了官方推荐动态代理的模式 而且咱们配了这个包扫描的情况下 这个文件里面的 namespace 它可以随便写 也就是说咱们用了动态代理 并且 要满足两点 并且是用了这种包扫描或者是内加载的模式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这个namespace就可以不遵守了 但是呢 如果你不用 不用这个加载 不用这个哪个模式呢 不用这个 这个包扫描的模式 或者是内加载的模式的话 咱们还是要遵守它的四个开发规则的 这个能理解吗 你可以测一下客户啊 你如果啊 用这个包扫描的模式 他们咱们包扫描的模式会有两个要求啊 他们在同一个目录 并且名称一致 是吧 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故意写错 你看他能不能执行 你就知道怎么 已经进行了